Hello 大家好吗 现在是晚上时间八点半 我刚刚回到家里没有多久的时间 我今天用了我家的WiFi 希望今天的画面会比较清晰 声音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线上有朋友的话 给我一些回馈 今天的声音跟画面是不是不错呢 那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你看我一大早就出门 然后刚刚才回来 每天每天每天都是这么忙碌的生活 但是忙得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也忙得非常的开心 线上的朋友大家万福今安 万福今安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等一下呢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生肖运势 然后明天最旺的生肖是什么 然后最会冲刻到的生肖是什么 那可以大家可以今天晚上提早做一个准备 那同时呢也来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有很多朋友因为现在已经6月中下旬农历了 那大家很多人很关心农历7月是不是真的要普度 那是不是在楼下跟大家一起拜拜就好了 还是要自己怎么样准备 那真的要普度吗 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典故这样子 那我以前呢有出了一本书叫做大家来拜拜 卖了6万多本 那我写的是一点都不迷信 一点我自己就不喜欢怪力乱神 但是我真的要讲这世界上真的是有好兄弟 而且呢大部分的好兄弟呢 没有香火还挺可怜的 所以我觉得会去参加那些普度拜拜 不管你是花钱请寺庙帮你超度 还是你自己办法会 还是你来参战法会 还是你就是参加大楼楼下的那种一年一次的这种普度 我都觉得你们好棒 好有爱心 虽然拜完的东西最后都在你的肚子里面 是不是这样 好兄弟他真的吃了你什么吗 他不过就吃你一些香 吃你一些金子银子而已 不是真的吃你的金子银子 是你吃你的金子银子这样子而已 那你就等于你回馈到他了 那到底他有没有收到呢 你也不知道 反正呢大家就求一个心安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破解这个种种的迷思 到底是怎样 要不要拜 那么要拜要如何拜 才是真正的到位 那么普度是台湾人才要拜吗 马来西亚要不要拜啊 在美国要不要拜啊 在日本要不要拜啊 我宗教我不是信佛的 我也不是信道教的 我是基督徒 那我还要去普度 好兄弟吗 呃等等的问题 待会儿呢 一一来为大家解答 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希望你过了一个开心的一天 我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充实快乐 我今天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第一次上线的朋友 我先自我介绍 我叫宇阳老师 我是一个命理老师 也是一个开运老师 呃我也学习中医 学习瑜伽 学习气功 那我也学习油画 那我也学习藏文书法 嗯 有人说现在流行一个名词 叫开挂人生 我觉得我还开蛮多挂的 呃但是我最主要就是 呃服务业 呃服务我们宇阳乐活家族的粉丝们 呃 然后我也是呃 提倡呃唱很多进化歌曲 跟佛教的歌曲 呃在YouTube的宇阳乐活频道呢 呃可以找到我的作品 呃心情不好的话呢 呃进去听一听 会觉得呃你的人生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只是你还没有发现 我前一阵子呢 去呃一个呃一个老人院吧 呃也不算老人院 就是他专门就是帮助植物人 然后我去带了我们宇阳慈善的这个 呃不是宇阳慈善啦 太多团体了 呃带这个 啊对对宇阳慈善基金会 哈哈我是怎么了 好我带了慈善基金会很多的朋友 然后去呃这个植物人的这个安养院 然后去帮这些植物人啊擦乳液啊 呃帮他们做简单的按摩啊 帮他们清洁他们 清洁打扫他们的卫生 呃然后呢呃最后我还送一个 每一个人我送一个福袋 呃尤其是生日啊 刚好那个月他们生日 我就把福袋呢这个我的祝福 大家的念力的祝福 整个宇阳乐活家族全体的念力 我们一起呢呃透由宇阳老师的福袋 来给他们祝福 那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们有收到 虽然有些人说他们是植物人 哈但我觉得他们也还是有生命的 也还是有感知的 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而已哈 所以呢 我们的人生呢是可以很有意义的 好呃我们也可以很沮丧很难过 觉得小人很多呃我们也可以觉得 我们命很苦都不健康又没有赚到钱 怎么样都可以想因为都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 这个宇宙呢是不会辜负你的 宇宙不会背弃你的 好如果你很想痛苦 然后你一直觉得你很痛苦 宇宙真的会给你更多的痛苦 好因为它在回应你 好那如果你觉得 我要断除这样的痛苦 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改变我的人生 那从改变思维开始 其实不管是你去烧香拜佛 或者你买很多的开运商品 你说他对你有没有帮助 其实他对你有帮助 但是也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信心很强 他帮助很大 他好有感应 有些人没有信心 然后半信半疑 他就会觉得说参加什么都没有用 那但是如果参加什么都没有用的话 谁来改变你的世界呢 那就只好靠自己啦 好靠自己啦 开心才能开运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开心 小的时候呢 我们家里很穷 那每次我们要去亲戚家呢 都是没有任何的礼物 可以带去给别人 那我妈妈就会说一定要笑 一定要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 我们就是要笑 我们至少可以带欢乐给别人这样 所以虽然我们从小家里很穷 但是呢 我去到哪里还是挺受欢迎的 因为基本上呢 再怎么样我就是会笑笑的 其实我妈妈骂我 我也是笑笑的 因为 妈妈骂我们一定有我们不足的地方 所以 就是笑笑的 那长辈呢 就不可以跟长辈计较 这样你才会快乐 马来西亚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上线 谢谢这么多的朋友 我们马上呢 赶快 除了留言给我你住的地方 生肖 你要留一下生肖 同时一定要赶快帮我分享 今天的这一个直播 待会儿马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明天运势最好的三大福星 那么其他人你可以怎么样 让自己的运气更好 让自己的能量更提升 那我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为什么要普渡 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中元普渡 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法会 不参加会怎么样 不普渡可以吗 那中元普渡要怎么拜 要怎么拜 有没有什么禁忌等等 这些都会 可以在外面拜 还是一定要在屋子里面拜 是可以在前阳台拜 还是后阳台拜 这个很有学问 很重要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言 你的国家 你的生肖 还有呢 可以帮我分享 那就是非常的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好 接着呢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你没有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也可以给我做心情的分享 今天我去上了几个电台广播的节目 所以我今天话有一点讲很多 其实呢 我很喜欢闭关修行 就是很少讲话 就是不吃不喝不讲话这样子 但是好像我的福报还没有累积够 所以我还要一直不断的讲话 有一天我福报累积够了 我可能就去闭关了 好 那大家趁我的福报还没累积够的时候 多多支持我的直播 等我去闭关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支持我的直播好吗 今天呢 我去广播电台 那他采访我 就是问我说 为什么会从命理事业转到公益 其实我没有从命理转到公益 我一直在做公益 我从小就在做布施 十几年前我就在西藏 在印度 在展望 什么 世界展望会 任养孤儿 所以我有几十个孩子 有些从来没见过面 有些呢 偶尔会接到他们的来信 那是因为我 以前一直认为 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 因为这个做好事叫做应得嘛 我们人生在世就是要多积聚一些应得 那如果被人家知道了 那叫阳功 好像你今天默默的行善 做了一些好事 这个福报呢 会累积在你的第八阿赖耶士里面 你今生用不完 你还可以累积给你的下一代的子子孙孙 但是呢 如果被表扬了 说某某某发一个奖状给你 发一个感谢状 然后说哇你做了好多的这个善事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那反而就没有福报 就应得变成阳功了 大家理解吗 应得变成阳功 就是说 本来我这一份福德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可以对我的生命加分 可以帮我这个运气更上一层楼 但是呢 因为我让人家知道的这些事情 我反而就没有得到这个福气 那后来我有仔细去研究 其实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 那但是呢 我在七年前 我突然开悟 就是领悟到 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而且我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 我在现在的这种时空背景 今时今日 应该用我有用的这个人生 去做更多可以利益终生的事情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做一个好的榜样 如果你没有能力 那你就独善其身 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 如果你很有能力 请你站出来和我一起 我们一起来做公益 一起来打造这个温暖的社会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 没有钱吃饭 没有营养午餐 也都是人家来赞助的 那我没有钱缴学费 我妈妈就国中就叫我不要读了 就叫我休学了 那我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我很爱读书 一直哭一直哭 那我妈妈说 我都没有能力给你读书 你哭也没有用啊 那我就去校长那里哭 校长就去找这个企业家 来给我赞助 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帮助我当年的学费 但是我相信不重要 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因为他们也想为善不欲人知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 把这一份别人给我的爱 传承下去 让这个社会到处是充满温暖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曾经有个困顿的环境 或者你到现在都还很困顿 或者我们线上有一些小朋友 你是属于就是弱势的家庭 你真的不要泄气 你真的不要自卑 你真的要知道说 这个是老天爷 这个宇宙给你最棒的礼物 就是让你从小过得很不顺利 因为我从小过得很不顺利 所以我对我的人生的所有的一切呢 都非常的珍惜 我也非常的知足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从小这么的不顺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 就是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 好 那我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 还没有开始 我只是看线上的人 开始进来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件事 就是以前呢 我在直播的时候都是用4G 就中华电信的4G 后来我发现 我回去看你们的留言 跟镜头的时候 都发现是懵的 那我现在呢 是用WiFi 我现在是用WiFi 有没有人就是说 你可能过去几天也看过 我在这个空间直播 然后你可以回馈给我说 今天的镜头的我有没有比较清楚 如果等一下有这个善心人士 帮我留意一下 那我后面的话呢 可能如果你第一次进来 你可能不晓得 那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好吗 3分钟 来大家看一下我背后的 首先是 啊对不起 啊我把镜头的头没有给大家看到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啊对不起对不起 啊跟镜头顶礼 真是抱歉 好 大家一边留言 一边把我们分享 好 然后呢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白镜头 好 哦 哦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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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哎呦不内 家那不定 现在呢我离开这个镜头 请白杜姆来加持你 然后你也可以把画面这个结下来 当成你的桌面 哦没关系 我最近呢每周都会写一些 嗯小编会帮我写一些我的画作 如果有po到这一篇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桌面 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一幅画呢 曾经在国父纪念馆展过 今年的一月份 那也曾经在法国 巴黎 罗浮宫展过 而且这一幅呢 差点被买走 但是呢 我坚持不卖我的画作 好 所以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尊白杜姆 是不是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美丽 希望我的所有粉丝们 羽扬乐活家族的所有朋友们 你的身体健康就像白杜姆 你的慈悲 智慧 就像白杜姆 愿白杜姆爱你 愿白杜姆加持你 那么在白杜姆旁边 这一幅画作呢 是我的牡丹画 我过去呢 是学国画的 好 那我喜欢画国画牡丹 那我把这个牡丹呢 用油画来画它 那这一幅画呢 也曾经到法国罗浮宫 去展览过 好 那外国人看到这一幅画呢 也是非常的惊艳的 好 那因为呢 时间的关系 也不要让大家等太久 然后看到这一幅画吗 这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那个八方柴水 大家呢 过去我有给大家做过这个两个选择 大家已经做了对不对 所以我也把这个流水画呢 做成复制画 现在还在调色差 等我把这个画作做好的时候呢 我觉得每个人挂在家里 一定柴源滚滚 因为我当时在画这个时候呢 一直在念那个 然后我有发愿所有见到这一幅画或者收藏这一幅画的人 都可以得到美丽的人生 柴源滚滚的人生 好 所以呢 大家到时候再留意一下 那我今天呢 有两个事情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是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八月四号 八月四号呢 我会在这个 清发处 就是清联发展处 好像在信义录吧 到时候再给大家的这个 资料给大家 就是我们有一个 与爱同乐的魔幻旅程亲子秀 与爱同乐的 与爱同乐的魔幻旅程亲子秀 那我为什么要办这个亲子秀呢 其实这个暑假 对很多小朋友来讲 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如果有父母亲 或者家庭环境还不错的孩子 也有可能出去旅行 参加很多的团队活动 或者是爸爸妈妈 甚至会带你出国去玩 那甚至你可能会去看舞台剧啦 歌舞剧啦 儿童秀啦 或者是学英文啦 学很多很多的才艺等等 好 谢谢大家 我已经知道 今天的画面比较清楚 所以我以后就会用WiFi了 好 那但是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是单亲的 甚至就是弱势的 或者是孤苦的 没有父母亲的 就是跟阿公阿嬷在一起的 那甚至呢 家里应该因为发生一些急难的灾害 所以呢 孩子呢 整个暑假 他没有任何的钱 可以去做任何的事 那我这一次呢 要招待200位 弱势的小朋友来看这个 非常有意义的 与爱同乐的魔幻旅程 里面有沙画 有魔术秀 呃 还有这个 嗯 还有这个 呃 我们特别请到 默默亲子台的哥哥姐姐 柠檬哥哥啊 糖果姐姐啊 一起来这个带给大家欢乐 那当然呢 还有宇阳老师 我本人呢 带着很可爱的四位小朋友 他们呢 就是在台湾那么旺里面 呃 表演的非常出色的小朋友 一起来呃 表演 然后呃 宰歌宰舞给大家 希望呢 很多小朋友 因为这样子可以 度过一个非常快乐 有爱的 呃 一个暑假 那所以呢 呃 到时候请大家可以到 羽阳慈善基金会 我们一张票是800块 你也可以呃 买票来赞助我们 你也可以呢 只买票 然后你本人不方便来 可以把这个票呢 呃 捐给我们弱势的族群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群慕活动 就是呃 叫做FlyIn FlyIn呢 它是一个呃 群慕的平台 就是呃 任何的这个基金会 都可以在这个 透过这个平台来宣导 那券慕它 因为它金额比较低 所以有些人可能 你的预算不多 200块 100块 你就可以到这里来 捐给宇阳老师的 呃 赞助这个小朋友的 呃 早餐牛奶的这个活动哈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上网来查 好吗 那今天呢 为止我们的呃 群慕活动呢 已经慕到 呃 一半的钱了哈 慕到十几万了哈 也非常感谢这些 默默付出的朋友们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告诉大家 明天是七月十九号 星期五 明天呢 有两个最好的时程 一个呢 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一个呢 是明天的下午五点到七点 这两个时程呢 是明天运气最旺的时候 所以如果大家呢 想要呃 做一些呃 这个呃 好事啊 或者是想要去跟人家谈一些事情的话 可以利用这两段时间 好 那明天呢 有最呃 旺的生肖 有三位哈 那首先呢 呃 明天呃 也很适合拜拜 好 也很适合拜拜 也很适合看医生 好 呃 因为有时候你说 呃明天只能看医生 那别的时间不要看医生嘛 是明天看医生呢 要到病除的意思哈 那明天呢 很多事情都没什么禁忌 所以凡事可以放宽心 好 那明天有冲到一个生肖 冲到什么呢 冲到属猪 49岁 所以你如果是属猪 49岁 呃 台湾讲的话 应该是60年次吧 好 应该是60年次的猪哈 所以明天呢 60年次的猪呢 就不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好 比方说如果你是骑机车 骑重机的 呃 就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 那明天呢 属猪的朋友呢 不要跟另一半谈判 好 比方说要谈这个很多 呃 家里的事情啊 好 明天就这个 呃 暂时不要谈 那明天的财位在正西方 好 不管你要去哪里 可以先往西方走一下 好 那明天的幸运颜色是红色 哦 红色 所以呢 呃 女孩子最简单哦 涂一个红色的口红呢 涂红一点 就是开运的 给点颜色瞧瞧 好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 那接下来 明天的三大福星是哪三位呢 如果你有上榜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 好 有时候呢 这一天很旺呢 就努力一点多做一些订单 好 哎 代表呢 你过去如果拜访十个客人呢 只有成交一个两个 那明天呢 你可能拜访十个会成交十二个 为什么呢 有另外一个客人帮你介绍两个客户 而且一次让你成交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你相信就有 啊 你相信就有 好 好 那我们来看明天呢 生肖运势最好的 就是生肖属猴的朋友 有没有现场有没有猴的 有没有属猴的朋友 赶快留言给我 明天 你知道吗 属猴的今年一整年都没有很顺 好不容易明天是你大福星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不好 属猴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出来了吗 台南的猴出来了 好 恭喜恭喜恭喜 属猴的朋友呢 明天要多用金型的能量 比方说你家有什么金箔啊 就做一个金箔咖啡 或者你有金箔的面膜 或者呢 你有黄金 银饰品也可以啦 金是最好的 金是最好的 有什么金细细的东西 把它这个拿出来 金是最好的 好 那属猴的朋友呢 明天呢 这个也很适合喝一些木瓜牛奶 属猴的朋友 木瓜牛奶 明天呢 是很忘孕的 但是也不要喝太多 喝一杯就好了 木瓜牛奶 或者吃一些木瓜也是很好的 没有声音吗 真的吗 没有声音吗 有没有声音 刚刚有人跟我说没有声音 吓我一跳 脏话的老虎的朋友 好 那刚刚我们讲第一名呢 是生肖属猴的朋友 好 接下来明天的第二大福星呢 是生肖属牛的朋友 属牛的朋友呢 老实说在今年一整年里面呢 运势也不是算很好的 那今天上榜其实也是难能可贵 属牛的朋友 好 那属牛的朋友呢 明天非常适合蓝色系 蓝色系 好像我背后白肚母的背景 蓝色 蓝色系 还有呢 很适合配戴像青金石 青金石 不但可以招财 谢谢 有声音 感谢 不但可以招财 而且呢 对健康非常的好 属牛的朋友 明天呢 也很适合多看 药师佛的佛像 网路上一堆很多 只要是蓝色的 你就可以多看 为什么呢 这个蓝色的磁波 跟属牛明天的28星宿 刚好是相应的 好 有声音 谢谢 刚好是相应的 所以这个蓝色的磁波呢 你可以有两个愿望观想 一个呢 就是你的身体会很健康 台南牛 第一个是身体会很健康 第二是蓝色也代表水的颜色 也代表招财 所以属牛的朋友 明天好好把握 其实有时候一天的运气 你把握得很好 你下个礼拜 整个礼拜都很顺 如果你下个礼拜 整个礼拜 你都有把握住这个好运 那之后的一个礼拜 你也会很顺 所以人呢 不用每天运气都很好 有时候运气好一天 就可以撑很多天 但是重点是有秘诀的 首先你要保有一个 比较好的能量 好 第二个呢 你要排除一些负面的能量 好 比方说你可以多做复视呼吸 好 那当然不是只有属牛的做复视呼吸 复视呼吸就是深呼吸 也是一种排除能量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怎么说呢 我们一般人呢 呼气吸气都很短暂 所以呢 我们的气呢 都会挤在这个胸口以上到肩膀这个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人的肩膀跟脖子呢 都是很僵硬的 为什么很僵硬呢 因为你的气都在这里 气都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呢 你的血压很容易上来 血糖很容易上来 脾气很容易上来 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利 别人也没有讲什么惹你的话 可是你就觉得 你就控制不了你的气就整个会上来 那是因为你的呼吸呢 都很短促 所以我们的肩膀这里呢 充满了很多的气 然后你动不动就上来 动不动就上来 你要不要改善这个情况 好 如果你脾气变好了 你的运势会变好 你可以从今天 明天开始运气很旺 你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来努力看看好不好 没关系 有我在 好 呵呵呵 好 大家一起加油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做深层的呼吸 你要尽量吸 尽量吸 吸到真的没办法再吸的时候呢 憋个三秒钟 然后开始慢慢吐气 吐到都没有的时候 再吐 已经没有气了 再吐 吐到你的肚子都已经泥下去了 你的肚子都已经顶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你在一次大呼吸的时候 你的气就直贯丹田 直贯丹田 你的气就气成丹田 当你气成丹田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人生真美妙 就算你没有吃很多东西 你也都觉得你的 你的肚子很饱 这叫食气 叫食气 提供给鼠牛的朋友参考 当然其他生肖 我们也可以一样化葫芦 每一个人来做 复视呼吸 都可以让我们明天更好 让我们的运气变得更好 好 第三个生肖 哇 已经有很多人 属猴的 刚刚第一名 马来西亚的属猴的朋友 好 那第二名呢 是属牛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 属鸡的朋友 属鸡的朋友呢 嘿 有没有人上榜啊 属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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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也是很难得 因为呢 其实今天这上榜的三个生肖 在今年 都不算是前几年的生肖 所以真的难能可贵 最可贵的是我的开运方法 就当你有一天的磁场是非常的好 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的时候 你就把握住这个 然后我刚刚教大家 这个复视呼吸 对不对 那我要再来教属鸡的朋友呢 就是你一定要记得 把你的负能量排除掉 把正能量给带出来 那么你要怎么做 非常的简单 可能因为太简单 我一讲你会说 哎 这也没什么 你经常在讲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你没有认真去做它 如果你认真做它 哎 花莲的属鸡的朋友 带水属鸡的朋友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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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属鸡的朋友呢 就是 你可以用一个大大的微笑 比方说你深呼吸 那有人深呼吸就这样 就 还是 深呼吸气已经带到丹田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 你应该回馈给这个宇宙一个大大的 吸气吸到喉咙痛 那你就错误了 好 再练习 那属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每天保持一个大大的微笑 其实这个嘴巴呢 它就是一个元宝 像不像元宝 它就是一个元宝 只要你带着元宝 财神就会找到你 你没有带着这个元宝 财神不会找到你 好 所以要如何成为有钱人 第一个学会带着元宝 好 有时候呢 有一些客人来找我 我就说你今天忘了带元宝出门 他就 对对对 我忘了带元宝出门 所以一定要带元宝出门 因为你带着元宝出门 你才找得到财神 为什么我们的檀香香造 要用元宝的造型 为什么很多开运的东西 都要用元宝的造型 这就是吸引立法则 因为它吸引到同质性的东西 来给你相应 同样的 你带着一个微笑 为什么我要跟属鸡的朋友这么说 当然每个人都要带着微笑 那为什么我要跟属鸡的朋友 因为属鸡的朋友 常常太热心 会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 于是你就会常常听到 一些负面能量的话 结果呢 你本来在做好事 结果呢 你就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或者放弃了 或者觉得 怎么做都得不到大家的喜欢 因为你太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我要你 不管是人家说什么 你都带一个大大的微笑 这个大大的微笑呢 会把所有的 这个迎面而来的 这个案件也好 名件也好 去除掉 它就会去除掉 而且你笑起来的时候呢 你除了是一个元宝 你的脸会变得很V 然后你的这个 苹果肌呢 会有一点突出来 那苹果肌就是权力 苹果肌就是权力 这样了解吗 所以元宝 微笑 不但可以带来正能量 还可以帮你消除负面能量 而且呢 还可以带来美丽的容颜 所以今天 明天是 属猴 属牛 属鸡 三个大福星 请帮我多多的留言 然后帮我按赞 然后帮我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普渡这个话题 如果你20岁 在看我的直播 如果你听到今天 这一段普渡的内容 你这一辈子呢 一定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 布施的道理 中元普渡呢 其实就在布施 好 那如果你现在30岁 那你今天听到 这个中元普渡呢 你的下半辈子的人生呢 一定会过得很精彩 如果你已经50岁60岁 那你是一定要听的 再不听 真的没有机会 时不我语 时间是不等待的 了解吗 这个呢 我一向不喜欢 自己说自己是什么 大师啦 也就是我讲的话 你们一定要听 我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但是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 虽然我会用轻松的方式来讲 但其实他很严肃 很多人呢 之所以运气不好 就是因为太多的冤亲在主 在他的身边 那你不要以为 冤亲在主是坏人 不是哦 冤亲在主是一群很可怜的人 没东西吃的人 他有可能是你前世的父母 有可能是前世的父母兄弟 也有可能是你今生的 往生的亲人 往生的亲人 往生之后 没有得到很好的超度 没有得到很好的 可能他生前不一定有修行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很好的地方去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呢 他的灵 他的灵 没有在他的牌位上 或者他的灵 没有在他该属于的地方上 那他就会没有香火 他就会没有东西吃 他就要每年七月普渡的时候 跟着一些好兄弟到处去 教堂吃母 那边人家布施一点 那边别人布施一点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亲人 你的往生亲人 你的甚至祖先 或者你的之前的老家的地基组 有可能都在找你 可是他们找不到你 然后所以当每家每户在拜 这个做普渡的时候 我的心是很欢喜的 我在想 就是如果我的冤亲债主 有被他们布施到 供养到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随喜 那我也会布施 帮忙大家的冤亲债主 所以呢 每一年普渡呢 你可能不会了解 我一年普渡 大概我几个办公室都花十几万 你想想看十几万 买泡面买汽水 买这些吃的能买多少 你就知道我普渡有多么的敢呼 那也许你说 袁老师你都已经很成功的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普渡 我告诉你们 我在没有事业成功的时候 我已经这么做了 并不是因为有钱才来布施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钱 我们还穷 我们还有匮乏 我们还有需要 我就更要做大布施 因为你今天回馈给所有人的一切 有一天都会回到你身上 所以如果你小气 你将来回馈给你的也是 你也许运气很好 福报修得很好 那赚的钱都是小钱 不会是大钱 所以今天呢 布施 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布施 那接下来呢 也不能让大家说 就是一直拜就对了 我不要这样子 我希望我的羽羊乐活家族的 每一个朋友跟我有缘 我都希望给你们正确的资讯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说他家拜 我家也要拜 你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你要拜 为什么农历七月 你最好参加普渡大法会 什么原因 你一定要知道 好 首先呢 中原普渡是哪里来的 这个是印度传过来的 这是印度传过来的 那当然这不是印度 现在今时今日的印度传过来 这个是在印度非常全盛时期 阿育王的时代就传过来 因为那时候佛教非常兴盛 那为什么有中原普渡呢 首先呢 这个也是佛陀清宣的 就是说 佛陀有十大弟子 那其中有一位呢 就是牧连尊者 牧连尊者 那大家知道牧连尊者吧 牧连尊者呢 就是有一个牧连救母的故事 那为什么牧连救母呢 跟农历七月有关系 那据说呢 是这样子 牧连的母亲呢 这是一个小故事 大家就抱着愉快轻松的心 来读 来知道这个小故事 同时呢 也可以把这个小故事告诉别人 我会讲的很简单 你会觉得很有趣 牧连呢 是 她是出家 那因为她的母亲呢 是年纪很大 才生下牧连 那生下牧连 你知道嘛 从古以来就是 就是 儿子就是要继承家业嘛 结果呢 好不容易年纪很大 生了一个儿子 又这么优秀 真的超级聪明 超级会读书 结果竟然出家了 牧连的母亲没办法接受 自己的儿子出家的这个事实 于是呢 她本来是很尊敬佛陀的 可是后来呢 她就开始傍生 就是毁傍生众啦 然后开始戏弄这些出家众 比方说 出家人是 当然人家供养什么 就吃什么 可是呢 她就故意去 供养这个狗肉 给出家人吃 尤其她看到有一个出家人 吃了她供养的狗肉之外呢 就在路边一直吐一直吐 呕吐不已 她妈妈就拍手 非常的高兴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是源自于她的最爱 她的儿子出家了 那她本来对儿子怀抱着 非常大的期望跟梦想 那结果呢 她的儿子又出家了 又等于一场空落空了 所以呢 她傍佛 然后呢 这个破坏佛事 那她家本来有佛堂 也有这些佛像 她就把她全部都毁坏了 而且呢 告诉家里的下人呢 从此不准拜拜 什么什么这样子 后来她母亲往生呢 就当然就到了恶鬼道 好 恶鬼道是什么呢 就是 她一辈子 就是在她当恶鬼的期间呢 几乎没有听过水 这个字 那更不要说 她可以喝到水 任何的食物呢 拿到她的嘴巴都会变成一团火 根本没办法吃 那穆连呢 她是神通第一 广大无边 她是佛陀的十大弟子 那她呢 就有一次呢 在禅定中 禅定中 就偷偷的 禅定中呢 用她的神通 去观 去找 她的母亲在哪里 因为她也非常的好奇 那于是呢 她找到她的母亲 竟然在恶鬼道 她不能接受 她 就回去找佛陀 她说 尊贵的侍尊 我都出家 而且修行到你的弟子 做下十大弟子 而且还神通第一 我相信我有很大的功德跟福报 我母亲过去也曾经供养过您 也曾经栽生 慕佛 然后做这么多的善事 也曾经帮助盖庙 为什么她会 沦落到 这个道 这个畜生道 对不起 恶鬼道 佛陀说 穆莲娜 我理解你的痛苦 但是神通不敌业力啊 也就是说 不管你修行再怎么好 你是救不了你的母亲的 为什么 因为母亲有母亲的业力要承受 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有钱人 他生病了 可以说 我花五亿 找一个人来替代我得了这个癌症 可以吗 不可以 哦 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统 我不但有钱 而且我有权势 我现在得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高血压 随时有中风 随时有休克的危险 我可以花十亿美金 找一个人来代替我 生这个病吗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个人造业 个人丹 明白吗 那穆莲就问佛陀说 如果神通不敌业力 连我这样的修行 都救不了我的母亲 我要依靠什么 可以救我母亲 为人子女 母亲在受苦 我还在这里修行 享受福报 这有道理吗 佛陀说 你有一个方法 农历七月的时候 所有恶鬼道 畜生道 地狱道的众生 全部都会出来觅食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 普渡 就是整个农历的七月呢 摆所有香案 好吃的 好用的 好看的 最殊胜的香 同时你可以供养 这个成千上百 成百上千的身重 来念经 然后 念经不是为你母亲念经 为所有恶鬼道 畜生道的众生来念经 超度 同时把这所有念经 供养的功德 回向给你的母亲 那么 或许有机会 不敢讲保证 佛陀如果可以保证 每个人都可以信佛 就可以解脱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用修行啊 我们也不用累积福报 佛陀这么慈悲 一定会保佑我们啊 事实上是 神通不敌业力 每个人造的因果 必须要自己去承受 谁可以帮我们解掉这个 就是我们要透过 大布施 大供养 大布施 大供养 透有 佛陀的经典 透有这么多 有修行的高僧大德 透有你无私的奉献 跟绝对的千层 尽兴 能够破除 你的母亲的罪业 后来 慕莲 这样子做了之后 真的就到她的母亲了 怎么样就到她的母亲呢 她的母亲呢 立刻跪下 皈依三宝 重新皈依佛陀 然后呢 就立刻升到这个历任天 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到这个 第四天去了 第四天 第四天王的 净土去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 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今天老师这些故事呢 都是 经典上有记载 我不打妄语的 那希望大家珍惜 宇杨老师很难得来讲这个 地藏王菩萨在某一世 她是婆罗门女 婆罗门女就是婆罗门教的意思 也就是说 她其实不是佛教徒 那也是她的母亲呢 也是这个傍身 毁佛 毁坏这个佛像 那结果呢 就到地狱道去了 所以为什么 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因为她救度的 发愿的种子 就是在地狱 那为什么她发这个愿 因为她的母亲在地狱 所以她要到地狱去 讲经说法 度化地狱的众生 所以呢 她有一次 这个婆罗门女的时候呢 也是呢 这个高人指教她 后来她善尽家产 因为她家太有钱了 善尽家产 大栽生 大供佛 大供养 大布施 后来她的母亲 也是因为 木连的 不是木连 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而往生 这个利润天 这两个故事 一个是木连救母 木连尊者 一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这个呢 都给大家来参考 这个就是 七月 普渡的由来 我们没有像木连尊者 我们也没有像地藏王菩萨 但是我们有 宇阳老师 我们有尊贵的法王 尊贵的人波切 来为大家诵经 那么今年呢 为了有大多数的 这个客人呢 跟宇阳老师要求说 老师 我们以前都是显教 那我们没有信过 藏传佛教 不是对老师没信心 是觉得这样超度 是不是不够圆满 宇阳老师听到了你的声音 于是宇阳老师呢 跟我的团队来商量 今年我们加请一天 有六十位显教的 诸三长老 五大助持 六十位高僧大德 为大家来修 地藏王菩萨 北院经 还有蒙三诗识 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普渡大法会 加上整个大藏经 又是佛陀清宣的经典 所以呢 这是中元节的由来 那么中元节呢 不但这个称为这个孝亲月 也称为感恩月 那这一天不仅是家家户户 一定要烧香祭祖 除了拜好兄弟 要先拜自己的祖先 自己的祖先 一定要先顾好 然后呢 接下来一定要参加 中元普渡布施来度化 孤魂野鬼 所以如果你家楼下管理员 在办这个中元普渡 你一定要多买一些东西 越多越好 买很多 那买完呢 东西也都不用带回家 一部分呢 就送给管理员 他们每天帮你 看守这个大楼 很辛苦 对不对 一部分呢 左邻右舍啊 家里有这个感觉 他的环境比较差的 或者带到办公室去 有些这个上班族啦 都可以用 那自己家里可以保留一点点 所以这个就是大布施 大布施 好 那你过往的这个亲人 还有冤亲在主 都可以透过诵经和诗时 当然呢 一定要参加法会 你在家超度 有没有效果 有效果 但是我们没有师父来诵经 所以那个效果只能够度化 我们家附近的 这个冤亲在主 孤魂野鬼 让我们家 我们这个邻居 我们这个路口 的磁场变好 不要发生车祸啦 不要有人在这里打架啦 不要有人在这里打球啦 球丢到你家窗户啦 然后窗户破了 然后球打进来 然后打到你家的老人啦 等等 所以呢 大楼的普度也要参加 你就准备好吃好喝的 多买一些 然后呢 真正的把这些东西 都布施出去 这就大布施 那如果实在没有那么多人 可以布施 那你可以留一些 家里自己吃 反正那个很多东西 罐头可以吃一整年 那如果是我们的亲人 往生亲人 还有我们自己的冤亲在主 要好好做的话 是一定要透过诵经跟诗时 那我们这一次除了做烟供 还有做蒙山诗时 那祈愿就是先祖的亡灵 跟受苦苦痛折磨的 这些灵界众生 可以早日离苦得乐 那你在拜 如果你在你们家楼下 拜这个超度 或者你在你家的阳台 或者你家的门口 在拜这个超度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讲说 好兄弟保佑我家的人 平平安安啊怎么样 他们没有这个法力 可以保佑你平安 你应该说 弟子某某某今天诚心诚意 准备好吃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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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讲 你比方说你有准备泡面啊 水果啦 水果不可以拜释迦哦 释迦代表释迦摩尼佛的意思 不可以拜释迦哦 然后你准备了这个 可能好喝的酒啦 茶啦 或者是很多好吃的 等等等 那你就是说弟子某某某啊 准备了这些什么好吃的 等等等呢 诚心诚意来供养布施 各位好兄弟 好 那希望你们呢 离苦得乐真正解脱 如果你可以在拜拜完呢 再念on mani bay me hon更好 如果你在普渡前 可以把这个八圣吉祥 启请文念一遍 我的YouTube上面有 你可以直接放 如果你觉得你唱得不好听 老师唱给你听 你就在YouTube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 法界清净自信任运成 安住十方吉祥世界中 佛陀圣法一切贤圣生 我等顶礼祈愿大吉祥 然后就开始 八大佛八大菩萨 八大吉祥天女 八大龙天护法 全部都请来 为什么 因为你都请来 对不对 你就不用怕好兄弟不走啊 请来他们在那里坐镇啊 大家乖乖吃啊 多吃一点啊 吃完要赶快回到你的地方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说 你实在不会念 那你在做超度的时候 在你们家楼下做超度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点一点点 我们家的烟共粉 如果有龙竹甘露香 最好 如果没有龙竹甘露香 其实呢 任何的烟共粉都可以 那那个烟共除葬的意思 并不是要把他们赶走哦 不是 是大爱 是帮他们 这些冤亲在主 除掉他们自己本身的葬爱 然后让他们变成你的冤亲功德主 不一定能够有能力变成冤亲功德主来帮你 但至少保证他不会再来害你 你这样每一年超度 每一年超度 每一年超度 哇 那真的是 你的冤亲在主 全部变成你的冤亲功德主 所以呢 超度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楼下 那个叫普度 那个叫普度 普度呢 就是说 不管你跟我有没有缘分 不管你有没有跟我认识 只要你在我家门口做客 我就要请你吃饭 这个叫普度 这个叫做大爱 因为他不一定跟你认识 也不一定是你的冤亲在主 理解吗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你不要去期望他能够保佑你 他只要不要在你这个 所住的附近磁场造成干扰 有些人住的地方有什么死相 有这个电线杆挡到你家门口 有一些不好的洋载风水 你更要普度 那至于超度呢 是参加法会 由这些高僧大德来帮你诵经 然后回向给特定的对象 比方说 你的母亲或者父亲往生很久了 但是你常常做梦 梦见他们过得不好 举例 那你应该用一个 大功德主的名字 上面就是你爸爸的名字 或者妈妈名字 或者能力不够 我只能当一个大功德主 你就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有些人就是会写 比方说我姓陈 陈是列祖列宗 一个大功德主的牌位 这样比较够吃 知道吗 功德福报要很够 他们都能够利益到 你功德福报不够 你报一个 但他的冤亲在主 已经大到那个分量了 那你每一年超度 你都觉得 老师我有超度 为什么我的感觉没有很大 那当然有可能 那每一个人的业障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我第一次办超度法会的时候 我没有归依藏传佛教 我没有任何的 我就是一贯道的信徒 我的母亲就是一贯道 那我的母亲呢 经常到处在帮我爸爸超度 但我每次梦见我爸爸 都觉得他过得不好 那因为当时呢 我自己是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非常 怎么讲 乐观积极向上的人 我再苦的日子 我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两个弟弟 我觉得他们过得生活很困顿 我很想帮助他们 那我当时有个师傅跟我说 有可能是你家的风水怎么样 我说可是风水 我是没办法改变的 因为我是女儿 女儿并不能做主去改变风水 那他就说 那你可能可以帮你爸爸超度 哦 他讲这个 我就有想法 因为我一直有发愿要去西藏 那也不是我信藏传佛教 是我觉得西藏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所以我到西藏去 帮我爸爸超度 我爸爸应该比较可以接受得到 但当然不是因为他很高就接受得到 但我觉得西藏确实是很有灵气 所以我是在2007年 亲爱的朋友 今年几年 2019年对不对 已经过了一半了 2019对不对 我是在2007年第一次在西藏办普渡法会 那我办普渡法会的时候呢 我当时花了三万多的美金 自己去请法办了一场法会 那身边有一些朋友说 有些给我一千 有些给我两千说 啊拜托啦 你帮我把我那个亲人的名字也写去啦 就委托我去西藏帮他们超度 我就想好啊 反正我都花这么多钱了 那我还在乎帮你多拿这一些吗 但是一定要收钱 你超度法会就是一定要收钱 不收钱是不行的 这个是大家福报的问题 好 那一次我帮我爸爸超度法会 我跟你讲 两件事 应该说三件事 我真的是吓坏了 其实与其说吓坏不如说太殊胜了 第一个殊胜的地方是 当时有一个播音员 他托2000块钱给我 要我去帮他的阿嬷 阿嬷超度 他是从小阿嬷带大的 阿嬷已经往生了 然后呢 我到了这个西藏的地方 他打手机给我 哇 我觉得很神通 为什么我在海拔 4000多公尺的地方 这个竟然手机还接得到 我就说 我们快要到法会的现场了 我们现在在路边 你有什么事 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阿嬷的名字写错了 我说没关系 我帮你改 我还没有到现场 我后来想不对啊 你阿嬷不是往生了吗 哎呦 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我说你不是报名报好了 而且你阿嬷已经往生 他怎么跟你说不对 他说昨天晚上我阿嬷回来跟我托梦 他说你名字给我写错了 啊 名字写错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 阿嬷比方说他的名字叫 梦齐 台湾话叫梦齐 可是梦齐的这个齐有两个字 市场的事也是叫做梦齐 还有养育长大成人的养也是梦齐 那他因为从小就听邻居叫他阿嬷的名字 那他就自以为是的帮阿嬷用某一个字来代替那个音 结果他只是报名我的法会还没开始 而且名单还没有贴到法会的现场 他竟然打电话来说 拜托拜托名字给我改 来得及来不及 我说来得及不要紧张 什么事情 他说阿嬷给我托梦 说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 那我说没关系 你把正确的字给我 就在我一边帮他写完字的时候 我才突然间鸡皮疙瘩掉满地 想说阿嬷不是往生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 你从报名开始 你的祖先都已经知道了 都已经感受到都雀跃了 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 就是一样在西藏发生的事情 我办法会的当天呢 因为我在法会办很多天 第二天 已经第一天圆满了 第二天 我们从饭店开车 开到那个草原帐篷呢 需要大概40分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这个过程呢 一直在下大雨 我开始紧张了 为什么紧张 因为我们是搭帐篷 我们不是在寺庙里面 我们是搭帐篷在办法会 你知道那个雨有多大吗 就是那个雨刷这样这样这样 就没有办法清洗干净 这个雨水一直很大很大 我就开始担心了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淋雨啦 淋雨也很好嘛 我叫雨洋嘛 我不怕淋雨 但是呢 有很多的藏人朋友 他们是走了三天三夜 西家带卷 连锅子都带来 来准备大法会 而且有些婴儿甚至还在强保当中 不知道看起来只有一两个月 他们也带来参加法会 走了几天的路 我在想这些藏民 一来我没有提供什么吃的给他们 当然我们法会当然有很多吃的 那这些出家种每天修完法 会有很多有点像会贡品 会给这些吃的 但还是很少 那我心里就开始难过 我就难过下这么大的雨 这些人怎么办 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到这个法会现场的时候 周边都下大雨 我们的车子转到帐篷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没有雨的 也就是说 我搭帐篷方圆 大概 大概几十公尺的范围 是没有雨的 但是 在那几十公尺的外面 直径外面 是倾盆大雨 各位 这个所思所见所闻 不是我一个人 因为去西藏也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这是第二个 让我感觉到太殊胜的地方 第三个呢 是 办到第三天的时候 回家的 回旅馆的路上呢 看到天上的皮修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有皮修 跟大家结缘 然后结缘到皮修的人 都可以发财 最重要的原因 好 我们有一点 岔题了啦 但是呢 我这个人比较性情中人 我这很大 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2007年就开始办 这个普渡大法会了 但是那个时候 还不是大藏经 我不懂大藏经是什么 我只会念金刚经 只会念心经 顶多就是阿弥陀佛经 还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其他的经典 老实说 我一无所知 好 所以呢 从2007年开始办法会 这样办了多少年 在八年前 才有这个机缘 呃 这个 办大藏经的法会 所以 各位朋友 这真是累积了多少次 办大法会的福报 能够来到大藏经 特别在去年 我们能够从在阳明山 搭帐篷 办到去年 办进花博 去年来了一万多人 亲爱的朋友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都有人专程组团来 不是来玩 就那三天 全部待在现场 然后他们就住 花博附近的饭店 这么的发心 真的让人赞叹 那么我第一次办大藏经呢 是在中正纪念堂 这一次也发生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我在中正党 办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报名 他说他专程从美国回来 我说 美国不知道我们 办大藏经法会吧 尤其才第一届 他说 我的阿公来跟我托梦 叫我要来报你的名 然后我专程从美国 买了机票回来 我说 为什么你这么相信 阿公的托梦 他说 他阿公很少跟他托梦 因为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那他阿公来跟他托梦 是讲得非常清楚 大藏经法会 就在中正纪念馆 所以 不可思议 好 那所以呢 每一年的农历七月 我都会办这个 大藏经的大型法会 我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 我们一起祈求世界和平 风调雨顺 希望每一个人的冤亲 债主都得到最好的去处 得到最好的超度 同时 希望大家支持我 把这个好的法会办下去 很多有钱的人 也不一定有福报 参加这个法会 因为他不懂 这个殊胜的地方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 尤其是如果过去八年 你曾经报名过大藏经法会 请你一定回来 记得再继续报名 如果你曾经中断三年 没有关系 从今年开始 一定要参加 今年是诸年 十二循环 十二年循环的最后一年 今年过得好 未来十二年 没烦恼 今年一定要参加 然后明年一定要参加 在你得到七日内 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七日内 你要报名参加 而且呢 你最好可以连续报名七年 这是最少的要求 但好啦 更少可以三年 但最好就是七年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七世福报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2019的大藏经普渡大法会 是结合藏传佛教 还有结合汉传佛教 那邀请总共168位的仁波切法师 为大众来祈福 那佛陀清宣的经典 《大藏经》里面呢 这个当然就讲不完了 佛陀从在鹿野院 成佛 初讲法轮 总共讲了49年 三转法轮 三转法轮呢 都是这个小秤 大秤金刚秤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求得这个小秤大秤 金刚秤 共同的圆满 《大藏经》里面也有小秤啊 《阿含经》就是小秤啊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有那藏传佛教念的都是藏传的 那是一个大错特错 所有的法全部都是佛陀清宣的啊 好 那 总共呢 我们有四天的时间 从8月15到8月18 那我们会选择8月17的礼拜六 办一个开幕 因为有一些政府官员 还有一些大企业家 他们希望能够出席 这一个 那我也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当我们的功德主 希望你也能够来参加 那这一次是万人参赞了 万人回向 所以越多人参加法力越大 那回向的功德越大 那这一次一样会有金刚舞 大家一定要来看 尤其是做噩梦的 冤金载主很多 一定要来看金刚舞 然后可以求金刚杀 金刚杀 金刚杀是很厉害的 如果要做结界 一定要金刚杀 要做结界的话 一定要金刚杀 那 这个拜拜的时候呢 首先就是向家里的神明 家里的神明或者家里的祖先呢 先行礼先拜 然后再到屋外去普渡 那外阳台顶楼的路台也可以 或者一楼路边也可以 那这个门口外的空地 那但是后阳台就不建议 后阳台不建议 那在这个拜之前呢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做燕贡的习惯 可以先做燕贡 为什么呢 因为燕贡呢 可以先帮这些好兄弟 先消他们的冤亲寨主 他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冤亲寨主 没有离开他 所以他还在当好兄弟 那 这个水果呢 的数字呢 尽量就是拜这个单数 拜单数 比方说你拜苹果 比方说你拜五颗苹果 不要拜六颗苹果 因为我们不希望好兄弟成双成对 好 那中原普渡很重要 不要嬉笑怒骂 好 不要吵架 绝对不能吵架 也许你们有很多户都各自准备东西 结果别人拿错 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 你就当成跟他结善缘来布施 你也不要拿走别人的东西 被拿走就拿走了 就像你在一个超商里 把你的雨伞放在门口 别人把你的雨伞拿走了 你要感恩 你做福报了 那你不要拿走别人的伞 否则你就造恶业了 所以呢没关系就下雨嘛 就等一下雨停了再走 或者再进去再买一支雨伞 促进这个经济繁荣 好不好 所以不要在意那一把伞你不够一百块 再为了一百块在那边 骂人啊或者生气啊 生气一整天啊 然后呢出去搞不好又被车子 A了一下之类的 所以呢千万不要 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 不管你今天顺不顺 都告诉自己 顺也是很好 顺也是人生 不顺也是人生 人都有优点缺点 你会不会想要接受 自己的优点 也接受自己的缺点 你会嘛 因为你是你自己 你爱你自己嘛 那你能不能接受别人的优点跟缺点 可以吗 那你可以接受老天爷给你的 也有盛面的 也有负面的吗 可以吗 可以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太极 就是阴阳 所以当我们每天有正面能量 我们也有一点负面能量 只要你的正面能量 有百分之五十一 负面能量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九以下 那么你就是正能量 所以很简单 对不对 不会太难 微笑也不是一整天都微笑了 我在家的时候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都不微笑 我让整个肌肉放松 所以我笑的时候就很严肃 好 所以呢 这个 你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你们跟我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 你们跟我的磁场一样嘛 后阳台可以严供吗 后阳台可以严供 如果你每天在后阳台严供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后阳台是晒衣服的地方 就不建议你做严供 好 所以呢 我要破除几个谣言 就是说 第一个 有人说农历七月呢 不要点香做烟供 好 你知道很多神里面呢 有很多叫寻香 就是香神 他是以香为食物 他只食香 好 你拜什么他都不吃 他只吃你的香 好 只吃你的香 这个叫做食香 也叫做寻香 也叫做香 香神 也叫做香神 好 等一下我再来回答 大家的问题 我现在先把我最后一个重点讲完 所以七月是报恩月 也是吉祥月 在这个月 如果能够整个月都做烟供 点香 真的是上供下布施 帮父母亲祈福 如果你不会念烟供仪轨 你就尽量念 奥阿奥 奥阿奥 那最后烟供完 你就说 以此烟供功德 上供诸佛菩萨 隆天 护法 财神 下施 冤亲 在主 父母 祖先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好 就这样子讲 那你要特别回向给谁 你都可以讲 因为我们做烟供 还有这个超度 也对我们的地基主 也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人在 有些人一整年都没有地基主 这个没有给他任何的香火 没有给他任何的食物 然后就一直求地基主 要保佑我们全家平安 保佑我们大赚钱 他自己都吃不饱了 他有什么力气可以帮助你 你要先把他喂饱啊 你的孩子你要先把他养大 他就会赚钱啊 你不把他养大 不给他吃 他怎么长大呢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我们住的这个居处 不管是我的阳台 或者是我的里面 其实呢 这个都是有之前的理由在这里 你不用害怕 你不用害怕 他不会害我们 他只是想要一点吃的 就像我们的父母 不会害我们 父母只是问你说 可不可以寄点钱回家 可不可以回来吃饭 等等 所以呢 像我们家的地基主呢 比较好命 我每天呢 都一盘还乡供养他 要亲自参加法会 要另外报名 一定要报名 因为去年来了一万多人 导致呢 免费的也进来 花钱的也进来 都分不清楚 那结果害得那些 报名的大功得主 连坐的位置都没有 所以呢 后来我就接受很多客户的建议 就是呢 还是要有一点区隔 虽然我是平等心 但是位置就是有限 就算花博 我们也就是只有几百个位置 所以建议大家呢 要早一点来 其实我们虽然是8月15号开始 那我们8月14号13号都在里面布置了 所以你可以8月15号呢 就来 你来越多越好 因为我跟你们讲 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这个咒语的能量磁场 它是无远佛界的 你这一辈子听到一次 你都会觉得很震撼 尤其是一百多人在念佛陀的经典 你可以想象那个磁场 能量有多么的大 有些人坐下来 其实他说 老师不好意思 我今天可能只能来待20分钟 我说没有关系 随喜随喜 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 就到了下午 我说 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不走 老师我走不了 这里的能量太强了 我 我走了 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说 那算你有开悟 有智慧 其实你们知道我很忙 也很累 可是大藏经我都不会离开的 我可能会找到里面去躲起来 就是边休息边听那个 我绝对不离开 因为一年只有一次这么殊胜难得的机会 那如果能够过去曾经报名过 现在就没有报名 真的太可惜 太可惜了 太可惜 我只能说无限的可惜 如果你曾经跟我结缘过 参加过 我办的普渡大法会 尤其是大藏经 你曾经报名过一次 你中断了很多年 你要赶快回来 你有报名 没有到法会现场 当然有用啊 因为你有报名 就有名字在那里啊 你知道西藏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多厉害 他只有看到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贴在那里 都有办法回向给你 当然呢 如果你再来就更有功德 怎么说呢 你报名你有福报 那你来参加 因为你自己有付出时间 车钱 体力 所以你有功德 好 你有功德 了解吗 你报名又来就有福德功德 都有了 好不好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方便 我不勉强你 但是呢 你就会关心我们的直播 好不好 关心我们的直播 好 那 这个好 最后呢 我花几分钟的时间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时候别人的问题 有可能就是你的问题 所以不要以为 别人的问题 不管我的事 有时候他刚好问到你心里面 所以我现在 没有弟子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说 比方呢 如果你的名字叫 灵俗美 那这么多灵俗美 报名上面又没有写地址 怎么知道 你以为诸佛菩萨的智慧 是怎么样 哈哈 你不能用我们凡人的头脑 来想诸佛菩萨的境界啊 啊 小姐 知道吗 他们的境界 不是我们人的境界 他们叫做全知 全知 全知 佛陀有多少称号你知道吗 佛陀又叫 世尊 啊 又叫如来 好 啊 铁行谢法 就如来 又叫这个 呃 觉悟者 啊 呃 又叫大医王 好 要叫大医王 佛陀有十个以上的称谓耶 你的名字在那里 你以为他不知道是你 怎么会不知道是你 啊 如果你真的那么害怕 不知道是你的话 那你就参加大功德主 排写这么大一个 那一定知道你是谁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不要怀疑 啊 你想想看 我刚刚讲的故事 你大概没听到 我有一个朋友 在电台当主播 他帮阿嬷报名 阿嬷已经往生了 还没有参加法会 只是报名 阿嬷来跟他托梦 说你名字给我报错了 只有写阿嬷的名字啊 你说你名字给我写错了 好 了解吗 好 好 全家跟祖先都报名了 随喜赞叹 好 梦见爸爸吃不饱 而且还去世了 再去世 这个时候就是赶快 帮他做烟共 赶快帮他普度 帮他超度 就代表你的父亲近期呢 有一些危险的事情要发生 地藏经无法一次念完 要如何念比较好呢 地藏经其实不一次念完 也没有关系 但是 有人会害怕说 地藏经我没有一次念完 那冤亲在主听了一半 听得正高兴 然后他们就不离开 对不对 他们不离开没关系 他在你的门口等你 他不会来侵犯你 阳台如果晒衣服最好 不要做烟共 因为如果你在阳台晒衣服又做烟共 你的衣服上面会全部有烟共的味道 好 好 这个是担心邻居走过 看到我在外面念咒会觉得奇怪 天天在外面公共走廊做烟共 可不可以跑回家里才同时 做烟共跟那个 可以 就是你做烟共念咒呢 在家里是最好的 那你如果没有阳台在窗户旁边 把窗户打开 只留纱窗 这样子也可以 那如果实在不方便 也没时间的话 可以委托阳明山莲花雨 来帮你做烟共 或者 我们有好几个地方接受报名 阳明山莲花雨是每个月 修不同的祖尊 比方说 这个上个月 我们是修这个莲花生大事 上上个月是修绿肚母 好 那如果是身体健康比较不好的 可以报名常治莲花雨的烟共 那是莲师药师佛的烟共 他固定做莲师药师佛 那如果呢 你想要做这个 一样是莲师的烟共 但是你希望你的冤亲在主 不要再来找你 都把他送到尼泊尔 佛陀的圣地 你可以报名尼泊尔的烟共 那有些人问我说 老师你这么多烟共 我到底要报哪一个 你觉得跟谁有缘分 你就报哪一个 都非常的殊胜 皇财神供红酒能吗 其实我们的红酒 是拿来供护法神的 护法神 你供皇财神的红酒可不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 最主要是你的心 你的诚心最重要 好我来看大家 我刚才喜欢你 你希望我的微笑 我的这个微笑的脸 就放在你的这个衣服上 谢谢我接到 我最近要唱一首歌叫 幸福的脸 就是我要跟这个 几个小朋友一起合唱 为了这个做公益 我觉得有几句歌词很棒 我也唱给大家听好吗 我们等一下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唱四句就好了 老师说 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 快乐就会多一些 爱惜地球给我们的资源 诗诗把他 把他放在心里面 我用善良 微笑的上眼 看见大家 幸福的脸 我还没有唱得很好 因为我 我还没有去录音 是录音 我最近呢 要跟这些小朋友 一起来录音 我觉得做公益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也请大家可以一起 跟我来 好那我们最后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其实因为我已经回到家了 比较没有那么赶 那我尽量呢 让大家满意 现在是9点55分 我就是不介意 我今天辛苦一点 没关系 衣服有烟共味道不好吗 我是不在乎啦 有人在乎 那我是OK 但我在家通常是早上起来 因为我会做大礼拜嘛 所以我做大礼拜的时候 之前我就会做烟共 烟共完我就开始做大礼拜 大礼拜做完 因为会流汗 所以我会换一套衣服 才出门 所以我的衣服 出门的衣服 就比较没有烟共的味道 用龙竹烟共地基主后 可以用磨泥宝箱回向给地基主 我没有懂你的意思耶 龙竹烟共地基主 很好啊 非常好啊 可以用磨泥宝箱回向给地基主吗 当然也可以啊 其实龙竹甘露箱 它也有招财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用龙竹甘露箱 如果比较偏招财的是磨泥箱 没有错 但是龙竹甘露箱 本身也有招财的效果 你混在一起用也可以了 我前几天在做烟共的时候 有一个客人就说 老师你不是说龙竹甘露箱 只能单独使用 不能跟其他的箱使用吗 我确实说过这个话 那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可以混在一起用 如果我有特殊目的 比方说今天是皮肤病的病人 或者是他长那个胚爪 就是整个免疫力降低 然后有一点带状泡疹 那有些是有红斑性狼疮 就是有一些皮肤病 或者是溃烂等等 这个呢都跟得罪龙竹有关系 有些人会梦见蛇 对不对 这也代表龙竹 所以你就要用龙竹甘露箱 不要混任何的箱来直接 因为你就指名道姓要回向给龙竹 所以你不能参别的箱 可是我呢 没有这些问题 我只是希望龙竹甘露箱 可以供养龙天护法 天龙八部 然后可以供养 这些地基组 土地公 所以我用龙竹甘露箱 所以我的龙竹甘露箱 才会跟其他的一起混 好 往年在家普渡乙三生 已经做了十年 简单只用水果可以吗 如果你简单只用水果 那你一定要加我们家的烟共粉 因为烟共粉里面什么都有 如果你没有用我们家的烟共粉 那你过去都有拜什么 那你今年还是要那样拜 否则他们会不满意 因为毕竟他们没有成佛 了解吗 这些好兄弟呢 跟神又不一样 神跟佛也不一样 佛呢 是 佛就是佛啊 佛不需要你供养啊 你焉供给佛 佛也不一定需要啊 但是因为你诚心请佛 来帮你加持 加持完的这些香 再回向 再下施给 这些冤亲债主啊 地基主啊 这些比较低下的神 或者 这些无相界的众生啊 所以 难道 佛需要我们这些供养吗 不要啊 完全不要啊 就算你有非常有名 有钱的祖父母 有钱的父母亲 他缺你一顿饭吗 没有 他要的是你的心意 你真的摆一桌 请你的父母亲来吃饭 他们很开心 他不是缺这个钱 他是很高兴 我的孩子这么的孝顺 佛菩萨也是一样啊 菩萨不需要我们这些供养啊 但是我们这样供养的时候 佛菩萨欢喜啊 哎呀 如此可骄啊 你这个地址有 大供养大布施的善心 很好很好啊 那我既然你都请我来的 我就来帮你加持 加持完了以后呢 就回向给你要供养 你要这个布施的这些神子 跟这些地基主 还有你的冤亲债主 是这个道理 佛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 他成佛啦 他无欲无求啊 无来无去啊 神 才要说神才要争一炷香啊 香火越鼎盛 他的香火越好 就像我的粉丝越多 就很像我的香火越好嘛 一样的道理啊 土地公庙那么多啊 这土地公也很想得到供养啊 所以如果你去拜土地公 每次你都拿我的龙竹竿露香 黄金拜拜香去拜土地公 土地公特别高兴啊 别人来拜就是一般的菜 你都拿有机的来 我更高兴啊 这个道理大家理解吗 那土地公他有更多的福报 那他福报更好啊 退休以后天庭啊 天公啊 不用在人间受苦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福报 神也要福报啊 好兄弟也要福报啊 谁都想要福报啊 那你想不想要有福报 为什么要有福报 有人说老师 我参加1980的 跟我参加198000的 有什么样不一样 功德都一样啊 福报不一样啊 功德怎么样一样呢 你功德无二无别啊 圣意地跟世俗地 你的功德无二无别啊 但是差别在哪里 福报啊 今天你 你搭经济舱到美国 那这个 这个买商务舱的人 也到美国啊 不会说买商务舱的人 到美国 然后买经济舱的 到日本就把你放下来啊 所以你们的功德一样啊 你们同时可以到达美国啊 商务舱也不过早 比你下去一分钟两分钟啊 可是福报不一样啊 你在经济舱 要跟空姐要一杯水 可能都有一点困难要等啊 可是你在商务舱 你随时叫他随时到啊 你需要什么服务他都来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其实佛法不应该这样讲 但是呢 我是一个在家居士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了解到真理 明白到 布施供养的真相 所以我举这个 很粗浅的例子给大家听 就像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法师讲的 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 他说 有一个弟子跟他说 哎哟师父啊 你 你盖庙我也帮忙什么都帮忙呢 怎么我别人运气都那么好 我的福报还是不好啊等等 那这个师父就说来我现在给你五百块钱 他说师父你干嘛给我钱 我想要买一部BMW的汽车 那弟子当然说师父这点钱怎么可能买 买一部模型都不够 师父说对啊 那你所供养的怎么够买到你这么大的福报呢 就这个道理 给大家做参考 也许有些人听起来觉得 可能这个故事不是很好听 但是这是事实 好吗 如果平常没有烟供 但有点还香的习惯 那一样会有效果吗 任何还香都一样吗 来 当然 如果你的发心是慈悲心的 那我可以说 你点什么香都一样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藏传佛教的香 跟一般的香不一样 一般的香 这是沉香 檀香 这个 甚至有些高级的香 会放一些花香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香 那 不孝伤人做的不好的香 我们就不讨论了 我们就不讲了 那藏传佛教的香 除了有这些以外 还有七真八宝 还有解脱丸甘露丸 还有三白三甜 就是吃的东西 蜂蜜糖 黑糖 蔗糖都有 牛奶 奶粉 那个什么 面粉 然后还有五色布 有一些冤亲寨主 他可能是溺死的 他觉得很冷 他觉得没有穿衣服 羞于出来见人 你拜那个普渡的时候 不是要先烧 银衣吗 银衣是什么 知道吗 上面有书籽的图案 有衣服的图案 有没有 你为什么拜拜香 才刚点起来 你就要立刻烧那个 因为有些好兄弟 一年没有换新衣服了 衣衫 蓝驴 他不能出来 接受这么好的礼物 所以你要先给他洗澡 有没有人还会 弄一个脸盆 上面弄一条毛巾 里面放水 那就要给好兄弟 先梳洗 沐浴 更衣 然后出来享受一顿大餐 那同样的 如果你的香里面 只有檀香 沉香 这些这么好的香 这是很好 那是拜佛的 供神的 因为好兄弟们 没有这个福报 可以接受到 这么高等的供养 所以香是不一样的 就好比说 你的父母亲肠胃很不好 每天都在拉肚子 你带他去吃什么 鱼翅 燕窝 吃什么猪排 吃什么猪腿 他不拉肚子才怪 你只能请他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 好 所以呢 阳明山过去每一年 在办大藏经法会的时候 很多师傅都会教我们 在我们的围墙门口 都要点24小时的还香 为什么 因为有些无相界的 恶鬼道的 没有福报 进到我们阳明山莲花雨里面的磁场来 他接收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让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又无功而返 所以我们有到过阳明山莲花雨 你就知道 为什么门口点那么多的还香 24小时一直在点 因为就是要给福报还不是很够的人 也培养他的福报 所以我们让大家雨露均沾 能够进来的人也可以得到 曾经有一个师姐 她是通灵的 她看得到无相界的众生 她到我的阳明山来 她说 她说宇阳老师 你这里的磁场太好了 你这些 这些好兄弟 无相界的众生 四点太阳还没下山 都已经出来在吃你的烟供了 我说你看得到 她说对啊 那我说为什么不能出来 她说这些无相界的众生 要天黑 他们才能出来 他们不能见日光 可是为什么 他们四点多就可以出来 接受你的这些供养 因为你的香太殊胜了 好 那希望这个呢 信者横信 你相信你就听 你不相信 不要勉强 我只跟有缘人结缘 报名好几项 只是不知道 报名祖先要写我名字 还是爸爸名字 杨上人 好 那没有问题 你可以打电话 看你在哪里报名 你在网路上报名 你也可以问 那你在门室报名 或者在客服单位 你全部都可以问 哪一个人 没有好好的回答你的问题 直接跟我讲 我会找他们 一定要把我们这些客人 好好的服务 因为这些粉丝们 都是非常的支持我的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你们 法会不可能办到今天 我从2007年 办法会到今天 这样是多久啊 今年2019 随便减也有12年吧 随便减也有12年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朋友 谢谢 报名了 无法出席 有用吗 有用的 放心 好 地藏经没有办法 一次念完 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好 可以再提醒我一下吗 有报名 忘了田 出生年月日 还有时辰 没有关系 可以再回去补 看你跟谁报的 都可以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这是重复的 好 没有地址 同名同 这也已经回答过了 好 那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讲话 我想给大家一个养生的概念 就是帮助你减少三高 或者不要有三高 然后呢 你的身材也不会过胖 那我们不是为了减肥而养生 我们是为了我们健康 可以跟宇阳老师一起来过美好的生活 我也建议大家养生 那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这么胖都减不下来 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不是你胖 身上有时候是水分太多 那还有就是你吃饭太快 因为现代人压力很大 然后吃饭的时候都胡伦吞着 你也不知道这个你在吃什么 你只是觉得我要赶快吃饭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 吃饭要慢一点 细脚慢咽 你吃得慢就会活得久 吃得慢就会活得久 因为你的肠胃会感谢你 它不会有过多的负担 那还有呢 如果你一次吃很饱的话 吃很快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以内 你的血糖会上来 你的血压也会上来 甚至你开始头昏脑脑 下午都没有好好的精神 睡也睡不着 休息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因为位置脏气打嗝 所以呢 减少我们饮食的量 还有呢 改变一个习惯 在过去我们都吃饭配菜 现在我要推广吃菜配饭 就是米饭啊 精致淀粉啊 面少吃一点 吃得少一点 多吃一些青菜 水果 然后把它取代过来 一个月左右 你就会觉得 你的身体变健康 精神变好 然后身材也变得更好了 那另外就是 这个手摇的饮料 也尽量少喝 台湾呢 是糖中毒的这个世界 各位相信吗 因为大家大概知道 我从小家里很穷 没有钱吃零食 也没有吃过什么糖 这个东西 只有我小时候到我外公家 外公是开那个甘马店的 会给我甘马糖 但是呢 我看到别的小孩 没有甘马糖 我就会把嘴巴那颗拿出来 给别人吃 不是我不要吃 我也很想吃 所以我从小到大 没有吃什么零食 甜食的习惯 那也不执着 一定要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32颗牙 我到现在四肢 致尺都还在 我没有假牙 我也没有蛀牙 这个分享给大家 我也很 就是很爱护我的牙齿 早晚的刷牙 我早上会用油漱口 会漱15分钟 所以我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 不是只有为我自己而活 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相信我 我觉得我要带给大家 更好的能量 然后我自己也是学中医 养生学的 那我希望今生今世 把我所学的一切 尽量的分享给大家 那我也录很多的佛曲 有很多的活动 那有很多的音乐很好听 都在这个 宇阳乐活家族 这个YouTube的频道里面 那请大家 告诉大家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宇阳老师好可怜 到现在YouTube频道 只有三万多人 请大家 告诉大家 帮老师呢 这个越多人看这个YouTube 这个我感觉越开心 因为我在里面放了很多的佛曲 佛乐 像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念 八圣吉祥 奇请文 听心经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带给我的磁场很好 脉轮 七个脉轮的能量都可以获得开启 当你七个脉轮的能量都开启了 其实你不可能运气不好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他的运气一直不好 其实我一直常常在分享很多方法 但是放心 我会分享未来更多的方法 未来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开启你的轮脉 我不会骗大家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 我可以证明 我就在研究这个七轮的轮脉 要告诉大家怎么用 我去把我现在画七轮的轮脉的画 拿进来给大家看 等我一下下 然后拜一下白肚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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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这个哦 不止这个哦 我做很多 我用这个甘露丸 做成的甘露水 然后呢 把这个轮脉就是从 海底轮的红色 红橙黄绿蓝电子 去做很多的变化 然后去看他的能量 然后用这个能量仪呢 去测他的能量 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 如果这一套是可行的话呢 我会在YouTube开这个节目 就是教大家如何透过这个脉轮 不管是用颜色来补你的脉轮 或者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水晶的能量 来补你的脉轮 都可以让你变得运气更好 更有自信 而且同时可以得到更健康的身心灵 好 希望呢 大家都很喜欢看我的直播 然后大家多多来支持这个直播 那夜深了10点10分 刚好是元宝微笑的时间 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非常谢谢你们支持我 那最后呢 我就以后面的白度母的咒语呢 来祝福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得到健康长寿 得到智慧跟慈悲 好吗 白度母的心咒怎么唱呢 白度母是 有一点长 请小编帮我写上来 或者有哪位善心大德 知道白度母心咒怎么写 然后呢 帮我剖上来 好 嗯 打蕊 都打蕊 都蕊 妈妈 哎呦 不内 家 那不定 可入所 唐大瑞杜大瑞杜烈耶妈妈 不内迦那不定 可入所哈 我大人 都大人 都热麻麻 不内 这那不定 咕入所 哈 我大人 都大人 都热麻麻 不内 这那不定 咕入所 哈 我大人 都大人 都热麻麻 不内 这那不定 咕入所 哈 我大人 都热麻麻 不内 这那不定 咕入所 哈 好 留言在线上 请白杜姆为大家做加持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直播 别忘记保持微笑 睡觉前做一个五分钟的静心 好 然后 开心的迎接明天 美好的一天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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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